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有福气的女人 身上有这四个特征 发现一个就要恭喜了 我们一起来听 一直有一种说法 通过看一个人的面相 来判断这个人的运气 甚至是否妄加之类的 显然这种外表来判断的并不准确 一般选择忽视 可信度并不高 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内在的修行 观察看她的行为举止 有福气的人其实很容易看出来 她在为人处事的生活中 总有一些地方吸引人的目光 让人看到她的与众不同 女人的福气从来都是来自于自己 与其他人无关 福气也并不是天赋 而是自己带来的 会因为自己身上的特质 引起的效应而得到的 有福气的女人身上的特点很明显 让人一眼就能看到 其中善良真诚更是掩饰不住的 善良真诚的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中 给自己积累好的人员 好的名声 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自己的善良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回报自己 父母爱情是永恒的经典 其中安然的人物鲜明有个性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会觉得她挑剔 心气高 甚至有些目中无人 但是在后面的剧情中看到 哪怕她和德华一开始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但是后来依然会从大局出发 向着德华为她准备嫁妆 为她的婚姻大事操心 甚至把自己最喜欢的箱子给她 在德华受欺负时挺身而出 她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善良 在对待自己的孩子和朋友上体现得很明显 一直对待别人的态度是能帮就帮 待人真诚 后来德华在人后说起自己的嫂子 没有半句不好 还说安洁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她 善良真诚的女人 到哪里都是吸引人的目光的 也很好看出来 看一个女人在做事情之前 先考虑的是别人还是自己 在朋友或者身边的人 遇到困难有没有帮助就能看出来 热爱生活的女人 她们对待一切事物都是乐观的 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 有自己的想法 对待工作和生活都很认真 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女人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束向日葵 看起来活泼有生气 让人不自觉的想要靠近 高圆圆被称为国民女神 在她结婚后很少出现在大众事业 影视剧的产出更是不多 她用更多的时间是来享受生活 用来充实自己 不断地提高自己事业上的能力 同时她的生活积极阳光 很有活力 从她的微博中看到她对生活的态度 认真而低调 遇到粉丝也会亲切地打招呼 像一个邻家大姐姐一样 热爱生活的女人一定是有福气的 因为变好的从来不是生活 而是自己 你对生活的热爱终将化成你的福气 三 品性坚强 坚强的女人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无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应对 作家毕书敏说 好日子和坏日子是有一定比例的 真正大格局的女人 能在人生的高处平栏望风景 也能在低谷时蓄力奋发 日子的好坏都是自己过出来的 人也不会一直处于逆境之中 坚强的女人 从来不会把福气运气认为是命中注定 而是势在人为 无论怎样自己都要拼一拼 搏一搏 人世间中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郑娟 她的坚强让人心疼 在面对从小到大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 依然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 这需要多强大的内心 一个人操持一大家子 养活所有人 做家务 想办法挣钱 精打细算 每一步都是用力地活着 为了自己的家庭 再苦再累 她都坚持了下来 她的坚强 终于在历经磨难后化为福气 最后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对于事情从不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总会用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一切 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有福气的人不一定从出生就是有福气的 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经历和性格心态上的变化 福气就像一场修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方式 前提条件也许各不相同 但是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自己的善良和真诚得到的回报 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 很好看出来 有福气的女人 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时常沮丧 也不会因为自己遇到了困难 就选择原地等待 她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 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要求 明白自己应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 怎么让自己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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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